嗨,欢迎收看《三密未知世界》,我是杨阳 随着人类对宇宙的探索的深入和探索范围的不断扩大 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宇宙器官 最近就有科学家发现了 在一些星系中出现了一些横跨几十亿光年的超巨型结构 这些结构不仅横跨了众多星系 同时,结构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已知的各种天体 也就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猜测了 这或许是两个宇宙相交的证据 相邻的宇宙或许真的是交集在一起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不管是缓状机构的巨动 还是条状结构的巨大的弯弦 它们都有着非常巨大且复杂精密的形态 就以科学家们观察到的弦结构为例 它竟然横跨了四十亿光年 根据观察所得 宇宙的直径是大约九百二十光年 那么,这样的一条长长的弦 可以说比宇宙中的任何形体都要大了 而实际上,如果这样的结构 确实是我们宇宙的原生带有质量的成品的话 那么,质量和引力就难以想象了 但是,这些巨型结构 却显示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除了结构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以外 它就像是横观在宇宙上空的彩虹和巨大空洞 并没有任何形体被吸引过去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学者猜测 这是两个相邻宇宙交集后产生的特殊结构 并且有不少学者认为 这种结构是不应该存在于我们的宇宙的 它并不是我们宇宙的原生形体 对此呢,有少部分学者将这样的情况作为宇宙之外 还有其他宇宙的证据 但是,在我们走出银河系之前 这样的结论看起来将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谜题了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关注探秘未知世界 留言和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了